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微的频道。 2023即将到来,如果你想获得免费的流量,就需要利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。 以知名的视觉搜索引擎Pinterest为例,Pinterest在全球排名第14名,拥有五一月活跃用户。 Pinterest的用户以女性为主,并有着很强的购买力。 因此,网络购物、美食、时尚、减肥、旅行都是Pinterest热门的话题。 对于Pinterest用户来讲,他们可以在这个平台找到各种厨房、庭院创意,并购买到适合自己的商品。 对于推广者来讲,则可以向Pinterest用户推荐各种类型的商品,并获得一定比例的销售佣金。 在今天的节目里,我就为大家介绍如何利用Pinterest平台引流到自己的博客网站,并把流量转化为广告收入和订单。 这个操作过程是非常简单的。 你只需在Pinterest创建一个账号,定期发布PIN,并添加上网站地址,就可以从Pinterest获得流量,并把流量引导到自己的博客。 用户通过Pinterest访问你的网站后,不但会为你带来流量的增长,还会购买你推荐的商品。 Pinterest的流量变现模式有很多。 今天,我主要为大家讲解如何把流量转化为AdSense广告收入,以及亚马逊联盟商品销售的方法。 第一步,你需要一个WordPress网站。 对于Pinterest营销者来讲,网站或博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媒介。 在此,我推荐大家搭建一个WordPress博客。 WordPress拥有完善的插件系统、安装、发布文章都非常简单。 你无需掌握任何网站搭建知识,也能快速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博客。 以Bluehost的共享型博客主机为例,每年只需花费200元人民币,并可以获得一年域名使用权,非常划算。 Bluehost支持最新版本的WordPress一键安装,在此不做过多讲解。 完成了网站的搭建,你还可以在博客中添加Google AdSense代码。 广告代码生效后,Google广告就会随机出现在博客的任意位置。 只要有人浏览、点击了广告,你就会获得收益。 广告收益也是一个博客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。 完成了网站的搭建,我们就可以发布第一篇文章了。 第二步,为自己的博客添加文章内容。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向Pinterest用户推荐商品获利,而亚马逊联盟就是非常合适的平台。 亚马逊联盟是Amazon旗下的联盟营销网络,任何人都可以注册成为其中一员,并可以推广所有类型的亚马逊商品。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讲解过亚马逊联盟的注册方法,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观看。 现在,我们就开始写作导购文章。 例如,我们可以写一篇50 Cheap and Creative Gift Ideas Under $10的文章,也就是50种低于10美元的创意礼品推荐。 我们之所以要选择超过50种的创意礼品,是因为可以让文章的内容更长,从而延长读者的阅读时间。 一篇长篇导购文章除了给予消费者更多的选择,还可以插入更多Google广告,获得更多的收益。 除了常规的文字描述外,文章中还应该包含联盟营销链接、商品链接等内容。 在段落的开始部分,我们可以加入一段关于Amazon Prime的描述。 我们可以向消费者推荐Amazon Prime的30天免费试用服务。 Amazon Prime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快递服务,用户只需免费注册,即可体验此项服务。 进入亚马逊联盟的后台,点击Amazon Bounty Program,选择Try Amazon Prime Free Trial服务,并获得你的推荐链接。 把这个链接插入到文章段落中,只要有人通过这个链接注册,你就会获得3美元的佣金收入。 下一步,开始推荐50种低价礼品。 Uno Dare Card Game是一种流行的纸牌游戏,非常适合在休闲时间游玩。 我们可以看到,这个商品的售价仅为6美元,销量也非常的高。 点击左上方Side Stripe选项,并获得这个商品的推荐链接。 把链接添加到文章中即可。 此外,这个便携式AirPods耳机收纳盒也是非常实用的商品,不但便于携带,还具备防水、防震等功能。 售价为9.9美元,销量也是非常高的。 按照刚才的方法,获得销售链接,把此商品添加到文章中。 按照这个流程,添加50种热销商品,并完成一篇导购文章的写作。 完成文章的写作,点击发布文章,并获得文章的地址。 第三步,依据文章内容发布对应的PIN。 PIN的设计是非常简单的,打开在线设计网站kema.com,搜索Pinterest关键字,并选择一个设计模板。 为模板选择一个背景图像,并添加上醒目的标题。 为了PIN不被他人挪用,你还可以在右下角添加上自己网站的logo或网址。 完成了PIN的制作,登录到Pinterest,上传这张拼图,并添加上标题和描述文字。 在描述文字的最后方,你还可以添加一些关联的标签内容,例如Gift Ideas, Gift Guide, Gifts for Friends等。 最后,把刚才发布的文章地址粘贴到网址一栏,点击发布按钮。 在PIN发布后,只要有用户点击进入你的网站,就会为你带来广告收入,以及联盟营销收入。 现在,我们就完成了今天的操作。 在今天的节目里,我主要为大家讲解了如何发布一篇以亚马逊为主的导购文章, 并通过亚马逊商品、Amazon Prime,以及Google AdSense广告三种渠道获利的方法。 你只需按照这个方法,搜集整理各种类型的亚马逊商品,并按照不同的分类制作成导购文章。 最后,通过发布PIN的形式把流量引导到自己的博客,就可以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。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本频道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,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或者联系小微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,再见。